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Time Hammer 让您了解各类故事的频道 今天的主题是当今世上致死率最高的卫生物 食脑变形虫 浮世内格里阿米巴脑膜脑炎 Primary Amoebic Manible Encyphalus 简称PAM 是一种极其罕见但极具致命性的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疾病 由浮世内格里阿米巴原虫引起 也就是俗称的食脑变形虫 浮世内格里阿米巴原虫是一种单细胞的原虫 属于阿米巴原虫的一元 单细胞阿米巴原虫 目前已知的种类就超过40种以上 但其中只有浮世内格里阿米巴原虫会感染人类 已经感染就会造成严重的浮世内格里阿米巴脑膜脑炎 这种微生物通常存在于自然水源中 如淡水湖泊 泉水 温泉和泳池等 浮世内格里阿米巴原虫通常处于自由生活状态 是一种食肉寄生者 以吞噬其他微生物为食物 感染浮世内格里阿米巴脑膜脑炎的方式通常是通过鼻子进入 例如当人们在游泳或参与其他水上活动时 受到感染水中的浮世内格里阿米巴原虫 一旦进入体内 这些微生物可能会进入鼻脑膜脑组织 引发炎症和脑部损害 导致快速恶化的病情 感染服势内格里阿米巴脑膜脑炎的潜伏期只有1至7天 症状通常在感染后数天内出现 最初表现为头痛 发烧 恶心 呕吐等非特异性症状 接着可能出现严重的中枢神经系统症状 乳颈部僵硬 抽搐 意识改变 沾望和昏迷 由于病情进展迅速 服饰内格里阿米巴脑膜脑炎的死亡率非常高 死亡率约99% 治疗方法有限 目前尚无特效药物 一旦感染便难以痊愈 食脑变形虫可能是当今世上致死率最高的微生物 最近一名新北市年轻女性 在侵水设施细水后 阴染食脑变形虫后死亡 为国内时隔12年后再出现的罕见个案 全世界目前仅有5名幸存者 从幸存者身上发现发病早期可使用抗菌药物米T复新抢救 这种药物是用于研究对抗乳癌的 然而后来发现它对于治疗热带疾病历时蔓原虫也非常有效 而该药物于2016年获得了美国FDA的批准 台湾似乎尚未引进此药 因台湾已经出现了相关的感染案例 政府可以考虑制定专案进口兵储备这种药物 根据美国的文献记载 有157名感染者中 竟有153人不幸丧命 更令人担忧的是 免疫系统功能正常的年轻人也无法幸免于此 使脑中偏好生活在温暖的水域 通常需要水温在25摄氏度以上 而在46摄氏度的水温下 生长速度最快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 使脑中在全球的分布与发生率呈上升趋势 甚至在北方国家 如南汉 去年也发生了使脑中相关的案例 为了预防感染 人们应该避免使用未经处理的淡水进行鼻腔接触 尤其是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下 在参加水上活动或民众计划去野稀细水或是露天温泉时 可以使用鼻腮或避免将水进入鼻腔 以降低感染的风险 虽然服饰内格力阿米巴脑膜脑炎极为罕见 但了解有关其感染方式和预防措施的知识 尤其是对于那些爱好水上活动的人 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怀疑感染服饰内格力阿米巴脑膜脑炎 应立即寻求医疗专业人士的帮助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小伙伴们 记得订阅追踪以及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精彩的影片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期见